在演出的時候 不會去認識觀眾喔 我知道啊 第二場嘛對不對 我不知道是第幾場啊 第二場就是那個想要拉我棉條 我先前庭提要一下 因為廚師剛好2022年的時候 他跟宥偉是同一年 入選場地自主的節目 但是因為他在演出前幾天 前三天 前兩天 對 前兩天確診 然後確診以後 那時候其實對於整個表演藝術空間 跟觀眾進場的掌握 還是不是這麼的穩定 還是有點浮動 那我們還是尊重他 他就決定他要取消 這個應該就是至少要七天或十四天 對 一定要隔離啦 對 那個都是強制隔離 對 就是即便你人沒事 他還是不准你出門這樣 那有時候我在家裡哭嗎 那時候是先昏倒 你真的有昏倒嗎 沒有 就是真的發燒啦 蠻嚴重的 但那個時候我覺得幸運啦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去年出來演 可能我演完我覺得爆掉 我可能就不敢再創作了 因為去年其實也是一個很不穩定的狀況 然後整個過程中也一直在拍 然後一直在修 然後加上你有 呃 你的創作是創作陪伴嗎對不對 創作顧問 創作顧問 就養飾好了 對啊 我覺得我風格其實 旁人比較難以理解 你要不要先 初步講一下你在演什麼 結果我的主題就是WTF 然後其實我很單純就是希望 大家看完就是 幹殺小 他到底在殺小 這個感覺 只是 如果要用講的或是 寫下來其實我很難跟大家說啦 嗯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假鬼假怪啦 嗯 然後 我還蠻開心你現在要坦誠這件事 嗯 對啊 然後就是演馬戲這個東西 那我個人就覺得說 呃 一開始的初衷就想說 馬戲圈其實很少人在做solo 大部分都是街頭的solo對不對 如果說solo的話 對 但那個就對我們來說就是 賺錢 對啊 工作啦 嗯 這樣講好嗎 就沒差啊 有些人還是把街頭當創作平台啦 這個笑容 你這樣講好嗎 對啊 我才想問你呢 對 這個比較重要 真的還是有啦 真的還是有啦 但這也是我覺得他就是 他會蠻實在跟直接的講出 他的觀點 對啊 因為少 極少部分人還是 有把這個創作的心思放在街頭上面 其實一開始也是覺得說 還是我要做一個團體作品 但是我發現 我好像也沒辦法 那就自己來好了 然後如果我跟人家分享我的感覺 跟我的創作想法 別人也聽不懂 嗯 好他就自己來好了 然後去年就想說好一個衝動 寫寫看 然後寫完 啊 上了 好準備準備 啊 幹確診了 二線演員 算了算了算了 確診後你本來是真的要放棄了 你就不想創作了 沒有就想說 那個壓力是因為 我去年推票比今年認真 很認真推啊 你每天都很多線動在干擾 你有感覺吧 有啊 然後 其實是很多人在敲碗 然後我就覺得 大家很多人敲碗 逼我出來做 對啊 就大家逼他 沒有 謝謝大家逼我啦 謝謝大家逼我 沒有他們前面兩位 也被很多人敲碗好不好 沒有沒有 我只是單 單以個人的 個人的角度啦 對啊 然後就想說 啊 其實這樣也是一件好事 如果 沒有什麼 人這樣子 催我出來 這樣好想看 其實我自己也會想說 那就算了 其實這也是一個 就是觀眾也好 或是市場跟創作 之間的一個關係連結啦 對 但我要跳過來一下下 品文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其實你們早就認識了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知道 很尷尬 這可以講嗎 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個認識 因為我知道 初始有來工作坊 沒有在幹什麼 我覺得算了啦 我覺得不要欸 稍不了檢調嘛 是19年的 就是少女虛職 積極同意 啊 我是那個 在納豆的時候 是納豆嗎 對對對 我想起來了 對 但是因為我沒有覺得是認識 因為我在演錯的時候 不會去認識觀眾喔 就真的確定 我知道啊 第二場嘛對不對 我不知道是第幾場 第二場 就是那個想要拉我棉條 從我贏拉拉我那個棉條線 然後想要把它拔出來的那一位觀眾嘛 因為我看的也是那一場 然後我那時候還不認識廚師 就是第二場啊 我們可以稍微拉回那個場景 那個段落一下下嗎 可以啊 因為那個場景是就是品文邀請觀眾跟他互動 然後那位觀眾呢就是他本人 然後那是19年 在他還懵懂無知的時候 他也不太清楚 就是棉條長什麼樣子 他不太會知道 因為我要澄清 我真的要澄清這件事情 我覺得很好 因為那時候有造成大家網路上的一些討論 因為我真的發誓 我真的發誓 我國中上健康教育的課本裡面 沒有棉條這個東西 只有教保險套跟衛生棉 就棉條只有聽過 而且棉條這個東西呢 我是仔細回想 是在足球遊物裡面 我想到 對 有這個東西 男主角是拿來塞鼻孔 只留鼻血的 所以那時候也造成就是他要去拉 然後我自己坐在台下 我就這樣 我感覺到 所有人的表情都跟你一樣 對 我真的就這樣 不要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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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拉啦 沒有拉 他要阻止我 他要阻止我 他要直接 哇 幹 死定 一秒對不對 一秒 一秒抓到 回了 回了 你那時候心情是什麼 完了 我那時候沒有任何心情 因為他的手是這樣子 慢慢的要靠近那條線 因為我覺得我還 我要澄清一下 我要再澄清一件事情 我在場上 我是很緊張的 他現在好像很緊張 然後重點是沒有 因為那個狀況下就是 我真的沒有看過這種表演 沒有人看過 對 然後我想說 他就是突然就這樣在那邊 脫衣服 然後我 我沒有在你面前脫衣服 是你幫我脫衣服的 好 那個就是一個橋段 那個橋段 就是 欸 你不要講了 就是我 這個是他setting的橋段 就是引導我幫他脫衣服 對 不是我直接 這樣子 沒有沒有 為了讓你可以清白 我明年加演好了 這樣才不會產生 出品人說 他明年要加演 我明年加演 這個作品好了 因為我印象超深刻 就是觀眾是一個一個進場 然後你進去之後我就嚇到 我按迷茫 然後他就突然就是 全落在我面前 然後身上很多字 他就問我說 你願不願意接受 撫摸對不對 觸碰 第一次約會 第一次約會 願不願意接受 肢體觸碰 但我沒有想很多 我就寫yes 這樣 我想說反正就是看嘛 看他要怎麼 要幹嘛 然後 他後來就選觀眾 他選到我選兩次 我真的是拒絕兩次 真的喔 對我拒絕兩次 我其實 沒有應該說我猶豫兩次 我猶豫兩次 因為我在想 那我到底是誰了 對然後 因為那時候我眼睛是蒙著的 啊對對對 所以我其實看不出來 這個人的臉 到底是寫著yes還是no 可是你知道 你知道那個時候 我覺得他看得到 他那個 他那個眼罩就是 他眼罩 扭著怎麼會看得到 沒有 眼睛閉著 而且那時候的光線 其實是暗的 我記得你那一場 第二場的光線是偏暗的 偏暗的 對 但我以為他故意的 這就是說 你不要去過度解釋 性別擦飲 沒有沒有 沒有因為 我在沉浸一件事情 他的眼罩是蕾絲 黑色 我記得超清楚 所以我一直覺得 他是瞇瞇眼這樣看 然後因為我第一次他摸我 然後問我願不願意的時候 我猶豫了一下 我在想 嗯 要不要 因為早上去的都是女生 就是部分都是女生 我想說 啊應該不適合我這樣子 到第三次我想說好 三顧茅汝啦 就上了這樣子 然後問了很多問題 我想說 嗯那就敷衍這樣子 敷衍所以你是敷衍上去 沒有沒有 因為我其實那時候的心情是想要看他跟別人的表演這樣子 然後就 陰錯陽差就剩我一個 嗯 然後他就要我幫他脫鞋子要幹嘛 然後因為我本身就是也是演員 我就稍微帶動了那個現場 有一點點小歡樂的情緒 但是他就很極力把他拉回來 然後反正總而言之他就脫了剩 就是一絲不掛的時候 我還我還在堂上提醒他 欸欸 你那邊有一個棉絮 然後很小聲 就是棉條的線 對 然後我就說 欸那邊有東西 然後他都不理我 完全不理我 然後就是到處這樣扭來扭去 然後就是 人家在表演 你是他到處扭來扭去 因為那個狀況下就是 我覺得他可能是要給我一個 什麼就是要我去注意那個東西 對 因為我不知道嘛 我真的不知道 對啊 然後我想說好 然後最後他就 我記得很深刻 他說最後你想要摸我哪裡 這樣子 然後我就 呃 這個問題超尷尬的 然後我就看著他 然後我還最後一次說 欸你那邊有 有一個東西 然後他就不理我 我想說 啊 那應該是 驚喜 應該supply這樣子 會不會拉出來是 emd這樣子 好啦 他都這樣子了 那就來吧 然後我就看他 確定喔 確定喔 然後他就也沒有 也沒有給我任何反應 然後我還看一下觀眾這樣 然後大塊捷徑就 死定 死定 靠近的時候 我們底下所有觀眾就這樣 不要不要不要 我直接 喔我直接 出包 我出包了 死定 蓋死定 好好笑 你有記得 我有跟你 暗示這件事情嗎 我不記得 因為他其實應該是蠻在當下他表演的一個狀態裡 因為其實那整個段落是沒有語言的 對 因為我的我的作品盡量不追求語言的溝通 嗯 有我感受到 所以我那時候都很小聲跟你講 我很怕 打到 但我認為你有聽到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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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應該對看的那一場觀眾也抱歉 真的抱歉 憑文抱歉 因為他確實是那時候有一些疙瘩 因為後來好像我們有在聊 然後他就有跟我講到這件事 他一直覺得 他好像做錯了什麼事情 所以也才會是之後 平文在絲這邊做沙龍工作坊的時候 然後其實是因為 嗯 廚師也提到說 他開始對於這樣子的議題落也好 或是身體 他開始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我覺得也是 刺激了他對於這個議題跟主題也好 或是形式有不一樣的 觀察 所以我就跟他說 那你要不要來參加平文的工作坊 然後但是提供觀察書寫 其實也是給創作者也好 或是代課的人有一些 不一樣的那個連結這樣子 但我那時候都覺得 死定他要嘛記仇 要嘛就忘記我 然後那個時候 他完全忘記啊 對他那時候忘記 我想說 你超演出量有多大嗎 我其實有點 如果沒有很仔細去回想 很難記得每一個觀眾 沒關係 我真的是 那個時候就 好險他不知道我是誰 那你有看平文的少女虛誌嗎 那時候又偉在那個 水源劇場的即刻重演 是我的錄影紀錄 對 所以我看到是哪一版的 你們早就認識了 因為品橋 對 品橋 然後品橋 就推薦又偉可以來做影像紀錄 OK 那因為我覺得我作品不是近狂的 所以也確實比較想要是有劇場經驗的人 對我覺得還是理解上 流程上啊等等 那時候即刻重演是第二中嗎 其實三個作品都有在有即刻重演 但是 18跟19的地點是水源 然後到20的時候就去了古嶺街 那時候沒有失控的觀眾 那時候看起來都蠻 溫馨的 比較沒有人對他有這麼大的好 那個觀眾都蠻 我也有好好的跟他交流 在還沒發現那個民聊之前 我要沉浸一下 曾經五次了 好啦他不是這種人啊 我可以幫他沉浸一下 但是我覺得蠻有趣的就是 從品文開始 然後每一年這樣子看 異歲節 《場地自主》 也認識了不同的創作 然後大家的面相也都很不一樣 然後也接著都去開展了 很多不一樣的可能性這樣子 你現在在演出的時候還是一人去進劇場嗎 這個作品都是一人進劇場 這個作品就是 很夢欸 很堅持 因為他主題就是要一個人進 因為其實那個文本寫起來就還好 這個文本如果不是一個人執行的話 他根本就不值一提 他會跟形式沒辦法扣在一起 因為他其實就是講我遇到那麼多事情 那我怎麼能夠在劇場裡面做那麼多工作 然後還沒有過勞這樣 確定沒有嗎 這個給市場衝擊就是 原來一個人可以這麼能幹 就其實為什麼那個時候 司立刻搖演都可以立刻直接重演的原因 也是因為 他其實就只有一個人 編制很小 對啊 就他也不會有任何的 需要有一些經費的考量 或者大家當期敲不攏 就現在隨時有人要我 都有辦法隨之去演這樣 我們剛剛聊的是說 就是在整個一歲的經驗 然後跟每一個大家就是作品後來發展 但是因為 司這邊 即便做完一歲 其實也都會希望說 可以跟不同的創作者藝術家有其他界面的合作可能性 然後比如說剛提到的說跟品文的沙龍 然後還有 皮膚觸覺裸體表演工作法 對對對 我是上那個 對你是第二年 對你是上第二年 因為第一年只有開放給 female 女性 第二年是all gender所有人 那時候要開的時候其實 就是一個蠻值得被討論的一個主題 對然後 司本來就沒有任何一個 框架或是界限 只要你沒有損害到這裡的東西跟放火 基本上都還好 反正你的後都已經煮飯了嗎 對 沒錯還吃 對 那我想問問三位 就是說就是就你們也就在生態裡面工作了一陣子啊 司的這個團隊跟平台啊 不管跟我們有什麼樣不同層次上的一種合作關係也好 是什麼樣的感覺 然後有沒有什麼樣的意義 我覺得司這一陣子在辦的一系列的劇場相關知識的課程 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我就上了關於稅務的 你說給藝術家的行政課 就是其實 它好像是很重要的事情 但過去一直沒有人 好好的針對這塊在藝術圈你應該知道的理財課 或者作為一個表演者或創作者 你需要知道的理財的知識 或者那些稅務的相關知識是什麼 對 我那一次來就是獲益良多 就是真的理解說 哦原來稅 因為其實很多藝術創作者 前期都是不用繳稅的 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 那些稅務對自己的影響是什麼 可能要澄清一下 並不是他們不繳稅 而是其實收入根本就沒有到那樣子的標準 所以反映的另外一件事情 是整個生態的收入其實對於表演藝術工作者 很硬 不是這麼能夠讓大家能夠存活的啦 因為我覺得好像會去注意一些 滋味末節不重要 對大家比較看不到的 有沒有不重要 事情 小地方 可是其實它又同時又開發 又有很多面向 因為就是又有很多 性別的主題啊 或是各種 然後也有在做創作陪伴啊 或者什麼 我就覺得 就他們碰觸的到我對 因為我都不想去碰過的地方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我覺得 這些都是非常煩人的事情 然後有人願意去做這些 相對煩人的事情 我是很敬佩的 就是我從在學校之後我就覺得 我以後絕對不會往 藝術領域的行政相關的地方走 因為我覺得太累了 我覺得就簡單來說 我會覺得要做藝術行政 比做藝術創作者 可能對藝術要有更多的熱忱 才有辦法做下去 因為他們其實得到的回饋 是遠少於創作者會得到的回饋 因為你說的創作者也好 或是表演者 其實某個程度就以很表層來說 還是有在舞台上被觀看 然後最後有掌聲 這樣子的某一種精神上也好 或是心理上的一個回饋 但其實藝術行政也好 或是製作端是比較少 有這樣子的 但我們開那一系列給藝術家行政課 其實是比較有感的是 藝術行政一直在流失 尤其是年輕族群的藝術行政 是越來越少 然後尤其在跟我同年紀 差不多40歲左右 這個族群的製作也好 或是執行製作 一直都在流失 或是轉到其他行業 那他顯示的是一個狀態 就是一來是你像你說的 這樣子的工作量是大的 然後他並沒有很容易得到正面價值的一個回饋 然後第二個狀況是普遍心智是低落的 對所以我們其實也在想說 有沒有辦法是藝術家也可以或是創作者也好 慢慢去累積一點點這樣子的一點概念 所以在整個工作的過程中 大家是可以比較正向一點點的 因為這些課程在學校裡面都不會教 對不對 就很有趣的是 好像相對於其他藝術領域 表演藝術的創作者或是表演者 是最不會推自己的 就是如果不管是美術啊 還是世界藝術家 其實他們都很會經營或者行銷 或是讓自己被看到或是讓大家來看到自己 可是表演者好像以前大家都覺得 哇等機會等機會 然後大家就一直等 然後就一直默默的做 然後一直做到自己被看到的那一天 然後就哇其實 就是有些人會覺得 好像什麼職人啊一生懸命啊 就是我專注做好一件事情就好 但就是在台灣這個市場 或是在劇場圈 我就覺得那你好像真的要很得天圖後 你才有辦法很輕易的被人家看到 其實就是某一種策略有沒有被運用 然後對於整個市場或是生態的觀察 對啊確實這也是回到私 我們的定位就是聚焦在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以我個人而言 為什麼我們想要做這件事情的原因 是因為有一年我去美國住村的時候 就是大概18年前 那時候就是 住村的經營者他就跟別人說 這個人就是賣票的啦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主公還蠻 在做marketing就是行銷的部分 然後我想說賣票 就突然覺得有一種被講得很一文不值的感覺 那其實如果票房沒有票沒有賣出去 也沒有辦法去balance整個製作 或是說每一個製作成員裡面沒有辦法有好的收入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回來之後 我就覺得好我要好好來做這一系列的事情這樣子 品文呢你覺得 我自己感覺到一個狀況其實是 因為我的作品在談女性主義或是談性別 我在2018年開始之前 我沒有感覺到整個劇場的創作 或者是私下的討論有這一類的話題 所以他有一點點就是 就是有點像是我自己決定要來承接這個話題的開始 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 就是很你其實不會知道誰會願意去接受這個作品 不管是他的內容或者是他的手法形式 或者是單純只是他想要談的跟社會有關聯的這些意義 然後因為我的作品又我覺得很靠近獨立藝術的狀況 所以我其實是非常不喜歡靠補助的方式去生長一個作品 那有點像宥偉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在寫字的時候並不是很確定作品最後會長怎樣 但是為了要拿到補助好像我就必須要寫得很清楚很明白 可是那個文字是很深陰的 他跟身體的工作是有落差的 因為在創作過程中其實還是有很多發展 跟一些不確定性是正在成長當中或是正在實驗當中的 對 認同 對 然後 而且現場的表演藝術也不是把文字轉化成身體 就不是一個翻譯級的概念 他還是有一些創造力的問題 反正就是覺得那時候會不知道 那我現在要開始做這個了 我可以去問誰 就是包含連我要做一個全裸的創作的作品之前 我可以去向哪一位專業人士請問 這個裸體的身體他要如何養成 也沒有學院也沒有這樣子的養分 對 就是我們從來不做這些事情 然後他就都是一個叢林開始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就是因為有演出少女徐姿的這個作品 使得這個從零開始就踩出了第一格 那這個第一格就會發現 天啊 就是有太多格需要去填滿 如果真的要來談 談作品 談身體 談女性主義或是談創作 就是其實那個踩出第一步是蠻 是在一個完全未知的狀況之下 所以是很幸運的 而且我還是要 還是要很誠實的去說 我覺得身體被放在空間裡面的時候 尤其他在不著裝全部素顏的身體的時候 對觀眾來講他還是有一些場景比較好吸收 嗯 那我自己覺得在整個團隊的人的 私的這個整個團隊的人的氣息上面 我覺得也是適合去生長一個像這樣子 有一個更希望帶來平權意識的身體 就比較不適合公園系統的劇場 所以我覺得在談獨立藝術 我自己會覺得就是民間民營劇場 民營的團隊在在捍衛相對邊緣化的聲音 其實有非常重要而且必須要存在的重要性 嗯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為什麼後來私會開展的很多 不管是創作知識陪伴啊 或者說東南性別網絡 呃都是透過這些創作者們的回饋 因為我覺得東南性別網絡 其實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跟品文的合作 沙龍之後以及少女須知 然後我開始去意識到跟發現到說 不只是台灣有這樣一群在做 呃面對性別身體 甚至裸相關議題的呃創作者 其實東南亞地區都有 但是台灣偏偏是在整個機制 跟整個生態裡面最少被有審查機制的 但其他東南亞地區 他們不太可能有這樣子的可能性 所以我才會呃在三年前開始去做東南亞性別網絡 然後過程中又邀請品文參與 作為協作者也好 或是說跟不同的藝術家去做連線這樣子 那你呢 其實我當初想要 就是這個平台真的只是圓一個 就是那時候看街舞人在這裡 覺得很帥 然後覺得這個場地 偏親民但是又 有那種劇場的Fur這樣 Fur Fur這個詞是戲曲來的啦 就是一個感覺 感覺的意思 對Fur 好 然後我就覺得這個場地 這個平台啦 就是然後剛好又是場地自主 就他不需要跟別人搶 因為我這一生就跟別人搶東西都會輸 所以我就覺得啊太棒了 天助我也 這就是為我量身打造 然後我就啊那就選這裡 可是場地自主也是要跟大家面試 也是要搶 沒有沒有但面試起碼就是你心裡是稍微公平一點 你覺得你可以來展現你自己 對但是搶就是你知道 但我都搶不到啊 還有一個是那個 但我的問題是私的平台 對啊就是私這個平台 應該算自主場地是一歲節發起的 對只是私算是一個合作的單位這樣子 但剛好有你們合作吧 顯示搞不清楚狀況 哈哈哈哈哈哈 沒有還有還有一個還有一個是 我原本我其實也蠻想那時候 確診沒演到然後我是蠻想要投創作陪伴 哦你有投嗎 沒有因為後來因為是先確診啊 就想說啊那明年好了 那一樣先投藝 誰要沒有的話再創作陪伴這樣 嗯對 然後後來也是有知道有一些工作坊 嗯 然後跟就是像又瑋講的一些比較 關於藝術家要注意的一些小細節 但是是又是蠻重要的小細節 嗯都會在這邊開課 其實那時候聽到說12月要 12月底要這樣子瘦掉是蠻難過的啦 我需要看幾滴眼淚 好無聊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啦我準備要收尾了 我想要請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接下來你們有沒有什麼樣的計畫 因為我知道品文你應該是 還有在嘉義有一些計畫正在運作當中 對不對 我覺得你看2018年到2023年 其實花了5年 然後這5年就是都 必須是沒有間斷才會有這個5年 本來每一年 少女須知就是這個作品 其實還有一個姐妹做嘛 嗯 就是在台北藝術節在疫情期間 邀我的一個線上的作品叫少女練習 那個練習的意思就是說 來練少女須知這個作品 嗯 那前幾年都有在私劇場在12月底的時候 大概光復節的時候 嗯 就是來光復這個 就是來光復這個Nudity 都會有個團練 OK 對 對然後就是就是一聽到私要 這個劇場要不會繼續了 嗯 就是有在想說 也許需要來有一個小小的告別的 一個這樣子的身體儀式 其實這中間也不只是去別的地方演 包含Camping Asia 人中邀請我的時候 我也是第一時間說 我還是希望可以在首演的劇場 對 去演出這個作品 嗯 雖然他的觀眾的承載量 可能並沒有像 大家所期待的那麼飽滿 嗯 對可是就是覺得 關於 關於我的觀眾 他喜歡在哪裡看這個作品 其實對我來說也很重要 嗯 也許可以等我倫敦回來的時候 好啊 如果我力氣足夠 再來 我就可以再來帶動這個計畫 嗯 關於在這裡作為一個裸體的練習 之後這個空間會是由誰進行 我們不確定啦 但我覺得 剛剛也提到就是說 空間還是某程度跟人是有關係的 對啊 你呢 就是佑文你有沒有什麼計畫 因為在台北這個作品 大概已經演了11場 其實蠻想要離開台北去演的 就覺得好像應該要去其他地方看看 其他地方的劇場長什麼樣子 其實某一個 某一個想法就是這個作品我也是在跟 各種 劇場 空間 空間 不一定是空間 跟組織或是跟什麼關係的事情 對啊其實因為我 團隊只有我一個人 對 所以我能夠對話的是空間或是組織或是整個 架構 所以我覺得在台北 好像差不多了 對或者可能要真的去看一下其他地方的劇場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或是那邊的劇場環境 是什麼 或者那邊看劇場的人是什麼這樣 對啊 然後我也在想 我還有沒有辦法再有其他的一個人的作品 因為他說這個作品是一個人的戲劇作品 對 他會不會有一個人的舞蹈作品 一個人的影像作品 一個人的音樂作品 哦 所以其實有在想要發展一下 關於一個人做 所以你想要孤獨一輩子 你不要那麼認真的思考我的亂提問 但我覺得真的蠻適合可以去看看 跳脫台北以外的各種空間可能性 因為 台灣雖然小 但是每一個空間的調性跟每一個城市的 文化調性差異是蠻大的 即便離我們很近的桃園 觀眾的回饋跟整個空間的 狀態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覺得是蠻適合的 所以你可以跟大家許願一下 如果說有各地方縣市的空間 對可以搜尋一下鸚鵡安全 它是一個人的組織 成本很低 這個跟評文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評文說他的作品 比較是獨立製作 所以他比較不想要跟機構 或者什麼的去談跟連結 但我覺得我的作品好像 就是比較適合跟機構跟餐館 因為我的作品 是我在跟這些地方對話的一個作品 我覺得是 就除了跟觀眾之外 我也在跟整個劇場環境對話 因為那是我好奇的地方 對 因為我覺得本來就是每個創作者跟藝術家的實踐 跟想要溝通的對象是很不一樣的 然後相較之下 其實就看得出來大家都很清楚 尤其是兩位啦 因為我覺得你還在發展中 對 其實兩位其實都已經越來越聚焦 就是經過好幾次的這個累積演出 然後就會更重要說 我要溝通的對象是誰 然後創作真的不是說演完一場 然後兩場 然後我就可以趕快急著投入 因為今年我越來越多發現到 很多的創作者都有創作焦慮 但剛剛品文提到的一個關鍵 你看少女續之發展了五年 然後現在要到倫敦 然後又我也提到了說 她的作品 一個人也很快樂 其實她還有各種 可能發展的空間的可能性 對啊 所以你想跟大家說 不要急著一直馬上要做出新作品 可以慢慢的一直不停的累積 你想要說什麼 對啊 你要補充什麼嗎 沒有 就是不要急啦 先確診一點也沒關係 謝謝三位 謝謝